你本来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时候 你突然被剥夺的那种感觉 很多我该做的事情 我现在没办法做了 但我觉得很难受 你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自己要找麻烦 你以前做不到 但是你现在做不到的麻烦 我甩了 有个甩了死了 他不知道我没告诉他 有时候会想说 我们老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我对别人的长辈好一点 人家会不会对我的长辈好 拜拜 别人来了 你给我吃药 起锅了 没有 老人家他不见得在乎这个便当 可是你每天就看到他 那看到你他就开心了 如果你没有生病 我可能会失去了 但是因为你生病了 我反而重新找回了你 那就会吃药了 又给我背后吃药了 但是只想活一百岁 弄一点拍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异想世界 我是张凯英 2016年台湾的老化指数 将达到百分之百 来得及说再见 处理您我都是关心的人口老化议题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黄家俊导演为我们分享 黄家俊导演人称黑糖导演 黑糖导演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得及说再见是一个三段式的纪录片 导演可不可以先帮我们分享这个 纪录片的缘起呢 来得及说再见 他其实是由三个导演 然后有三部短片凑在一起 对 主要是7-11在一年多前 他们在之前做了拔一条河 这个纪录片之后 发现其实纪录片在台湾的能量 非常的强大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帮了在地 里面很多的主角很多的忙 所以他们在隔了两年之后想说 可不可以有机会再启动 同样一个纪录片的计划 但他们长期在店面 其实有零钱捐 在帮助三个单位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找了同样 我们的监制李雅梅小姐 那有讨论这样一个计划 所以就找了我们三个导演 同时为他们长期合作这三个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议题一起拍一部 记录短片然后把它合在一起 那最后我们找到了共同的点 就是在讨论关于离别这件事情 死亡老去 所以才会找到一个共同的题目叫做 来得及说再见 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是来不及说再见 所以其实是从人口老化这个议题 延伸出去来处理离别 处理死亡 要怎么样来得及说再见 所以导演的作品其实是人之老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说一下你的作品 我在来得及说再见里头是跟 宏道老人基金会合作的 那我的片名叫做人之老 其实就是从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这句话来的 但是大家都很难去想像 或者甚至不去想 我们老了之后的样子是什么 因为好像会觉得现在年轻 其实还是最重要最需要把握了 老的是一个遗憾 是一个我们不想要逃避 想要去触及的一个议题 对对对 可是其实人人都会老 而且甚至其实我到了中壮年之后 也开始要面对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父母再老去这件事情 加上台湾的人口老化也越来越严重 那老真的是像我们过去所想像的 只有比较负面的那些印象 难道没有真正好的价值吗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挑了这样的议题 那跟宏道老人基金会合作 请他们提供一些个案给我 所以在这些个案当中 导演找到了一对百年百岁的夫妻 是怎么样决定要找他们 当作你的拍摄主体的呢 一开始当然我只是想到是说 问宏道老人他们平常服务的爷爷奶奶 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会被需要照顾 那他们就提供了我很多独居老人 那独居的老人 其实有些大部分生活真的很苦 可能年纪已经八九十岁了 可是还要照顾家里面生病 五六十岁的孩子 或者是可能有精神上疾病的太太 那他们真的太悲苦 悲苦到你都会觉得说 那个好像是比较跟我们生活上 没有太多相连的点 再来我就去换找了 比较正常一点点的老人家 独居老人 可是他们的生活又太规律了 可能早上四点多起床 然后有一些人运动 安排写写书法去上上课 然后九点就睡觉了 那这么短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够去描述 这个族群的故事跟生命的样貌 那我就开始想像 除此之外 老人家可能还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 老夫老妻好像是一种 对 那我就开始跟宏道老人提议说 有没有不一样的夫妻 可以提供给我参考 那后来找到这一对 是在彰化园林的老夫妻 那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故事 其实就深深的被吸引跟打动 因为他们的背景非常的特别 爷爷跟奶奶 其实他们原本是辽宁省的大连人 那在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 因为国共战争 因为战争 他们被迫被拆散 爷爷就被军队抓了去当兵 重军 对 然后丢下了太太 跟只出生一岁五个月的儿子 然后两个人就隔了一个海峡 五十年之后才又彼此相遇 奶奶还在原来的地方 可是这个时候呢 他们已经各自有新的家庭 对 命运奇妙的也是 但是在他们重新相遇 大概隔了四年之后 彼此的另外一半也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奶奶就想说 她想要来台湾照顾 跟陪伴她的初恋 跟她的爱人 所以她就放下了在大连好的房子 好的生活 还有那些儿孙们 就自己跑来彰化的园林的乡下 跟爷爷住了一个破房子 下雨天还会漏水 还会漏水 然后生活其实是非常简单 甚至是需要被帮忙的 可是看到他们的故事 你会去思考想象 对啊 老了之后 你到底需要什么 是需要这些物资上很丰富的享受吗 还是需要有一个老伴 有个情感上的扶持 所以就等于说 导演被他们这对夫妻的故事 就触发了你的创作动机 对对对 所以你还想要就传递 什么样子的讯息给大家呢 通过这对夫妻 我会想要找这个主题 跟这对主角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 我自己也才新婚一年多 那老实说 现在台湾的离婚率 听说是世界第二名 亚洲第一名 也就是每十分钟就有一对 家偶变怨偶 对 那我自己走路到婚姻里头 也会去思考 哇 真的 现在要进行婚姻 真的不容易 必须要很多的智慧 那我们的父侄辈 好像又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你会看到 自己的爸爸妈妈 可能在过去是因为 传统的一些束缚 束缚 让他们必须 要为了家庭隐忍 然后不要离婚 嗯 你也会觉得这样的婚姻 好像也不是 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有名存实亡 这样子 对 那到底怎么样子 你要跟同一个人 每天大眼瞪小眼 能够 还能够这么甜甜蜜蜜的 走到最后 甚至还有爱的感觉 所以在这对主角里面 我 其实我是带着困惑 想要去找这个答案 嗯 那爷爷奶奶的生活 其实非常的平淡 每天就是拍他们在屋子里面 就是吃 睡 那走出门口呢 就是去看医生 嗯 但是这些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 或者是一些 你听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里头 他其实有很多的智慧 嗯 很值得学习 嗯 然后他们互相的 互补彼此需要的 像爷爷他其实是一个 重听很严重的人 所以他其实声音听不太见 看电视要开很大声 嗯 那奶奶刚好相反 他的眼睛退化 几乎也看不到什么画面 嗯 但他听力非常好 所以他们两个在一起 变成彼此是彼此的眼睛跟耳朵 嗯 然后非常需要另外一半 嗯 那爷爷很乐观 所以他可以 呃因为生病要去开刀 他可以跟奶奶讲说 啊你不用担心 我开了七次刀了 那麻药针 一打下去就不痛了 是 奶奶其实他是一个悲观的 他会很担心 可是听到他的老公这么讲 他也就放心了 嗯 所以我会觉得 呃很多人会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走到婚姻里头 还是想要去保有自己 那也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做自己 会变成没有办法 不想要为对方改变 或者你觉得好像我在容忍些什么 嗯 但我从这一对主角身上看到的是 他们走到婚姻里头 他们都为了对方 有了一个新的自己 那个包容也许不是所谓的容忍 你要想办法去把对方 你不要的把它磨掉 磨成我的样子 嗯 我领悟到的反而是 你还是让对方保有他原来的那个样子 只是我们找另一个方式 包容住他 包住他 找到一个彼此 能够最协调舒服的方式 一起去生活 嗯 在这个婚姻关心当中 彼此磨合 彼此蜕变了 对对对 成为彼此想要的样子 是 那种互相的 你一言我一语 甚至就两个人坐在餐桌 对望的那个美语之间 你会得读到很多很有趣的讯息 跟很深厚的那个感情的部分 他们有睡午觉的习惯 然后两个人就睡在同一张床上 其实画面非常平凡 但是很动人 再怎么样 也是拍了一整年的企画案 虽然对黑糖导演来说 你上一部的一球摇滚上月球 是拍了五年的企画 这一整年是怎么样持续的 在专注这个拍摄的主题呢 可能过年时间寒暑假 才有机会去看爷爷奶奶 那我就把他当作 每个月固定时间都要下去看他们 甚至跟爷爷奶奶 住在家里面住个两三天 就是这样很规律 很持续性的去拜访他们 其实时间很快就过了 然后你就会累积很多的东西 但是比较困扰有另外一点 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很重复 无非就是这些内容 所以片子最不简单就是 如何在这些看似很平凡的素材里头 去挑出一些很珍贵的东西 最后如果观众能够去见到戏院 看《来得及说》 包括人之导 你会从他们的那种互相的 你一言我一语 甚至就两个人坐在餐桌 对望的那个美语之间 你会得读到很多很有趣的讯息 跟很深厚的感情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老人家虽然一直在斗嘴 但是他们还是不会有冲突 那个斗嘴的方式 比如说爷爷洗完澡之后 他就要奶奶帮他穿衣服 反正就是个大爷嘛 需要人服侍 然后爷爷就会开始指挥东指挥西 那先帮我穿袖子 衣服应该要先穿手 那奶奶就不管他 就要说你眼镜拿下来 爷爷就乖乖拿下来 那奶奶就顾自己的 就把头先套上去 你就看这些 雖然爷爷可能 大家都觉得男性比较阳刚 女性比较被动温柔 但这个互动之间 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那个tempo跟节奏 那让我最感动也是 我放在片子里面的就是 老人家要相处情感要走到 这么久这么的紧密 其实还是有很多 诀窍在生活当中 你会看到爷爷奶奶他们 他们有睡午觉的习惯 然后两个人就睡在同一张床上 其实画面非常频繁 但是很动人 因为现在很多的夫妻他们是 不一起睡觉 分居 分床 分房 或者是 躺在一张床上 但是是同床异梦 背对背的 那他们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睡个午觉 甚至我看到 爷爷的手 就会在睡觉的时候去搭着奶奶的手 其实是让人很动容 甚至在出去的时候 因为可能走路不方便 两个人的手就会互相扶持 会互相牵的手 那这个都是很多现代夫妻 反而越来越缺乏的一个身体上很亲密的互动 好像我们是谈完恋爱 结了婚 有的小孩 这些都消失了一样 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 这些情感上的互动 还是必须要维系着 谈心很重要 但是最基本身体上的碰触 接触也是很重要 很多人都问说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时间 能够很快的跟被设者 这些主角 能够融进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接纳我 但这一次在拍摄 人之佬这对老人家 其实还蛮快蛮顺利的 因为对我来说 好像你就像回乡下去 看自己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样 那对他们来说 他们也是敞开大门欢迎我们 因为平常可能没有人 有机会去关心他们 今天多了一个像孙子一样的朋友 所以每次一到家门口 奶奶就会开始问说 你们吃饱了没 吃饱了吗 要不要弄些什么东西给你们吃 但每次拍一拍 到了吃饭时间 我跟工作的人就想要绕跑 爹奶奶还是会很热情地招待你 留下来跟他们吃饭 但你看到他们餐桌上的菜市 就真的很难下咽 非走不可 因为对他们来说 老人家第一个吃得很简单 因为牙齿可能不好 所以爷爷几乎把所有 整个便当都丢到果汁机 打成碎泥这样 那真的让人很没胃口 再来菜色真的太简单了 因为他们其实经济上 不是很好 不是很宽裕 所以东西都是别人捐赠的物资 很珍贵 我们也不好去浪费他们这些东西 然后东西是真的非常简单 可是有一次真的逃不过 我们一早从台北到那个园林 刚好天亮 奶奶就在门口 就跟我们讲说 吃早餐 早餐我已经做好了 来来来就吃 所以我们就坐下来 爷爷坐在餐桌上 等我们 准备要跟我们边吃饭边聊天 那你一看到桌上的菜市 哇 眼泪都掉出来了 很简单 几颗咸鸭蛋 然后奶奶自己做的那个泡菜 冰冰凉凉 因为刚从冰箱拿出来 然后你蒸了几颗大馒头 可是你看那个馒头呢 就像在冷冻 哭不到已经冷冻了半年了吧 再把它蒸熟 所以那个皮是破烂 不像我们在餐厅吃的 那么漂亮跟不安 新鲜漂亮的 再来就是一碗热肘 是非常稀的 那他们老人家 其实吃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甚至我已经看到奶奶 已经把他很多的菜市都拿出来 那那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 这些拥有最少的人 其实他们是最舍得分享的人 所以那一餐 其实吃起来非常的温暖 嗯 但之后还是不忍心 所以吃饭时间 我们要赶快出去 对拍摄的时候再回来拍 是 他是拍那个独居老人 那也好在有这些单位 其实他们就 为这些老人家解决最基本 也最重要的三餐的问题 这些送餐员 就像老朋友 或者像他们儿女 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 按一下电铃 敲一下门 然后进来看看他们好不好 该吃的药 有没有吃 最近有什么样的需求 来得及说再见 那对这三对主角来说 等于是他们的生命 到一个还是很年轻的状态 却开始听到了倒数的终生 对 他们知道他们得了肝病 可能等不到器官了 得要开始去学习 如何跟家人说再见 另外一对是中年的教授夫妻党 也是他们就很年轻 还不到二十岁就认识 就相恋 甚至还一起到国外去念书 回来 也在大学执教 也有儿女 那还是有彼此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像太太就是很热心在教育里头 但是有一天却发现自己得了感染 一切都不同 但比较特别的是 但是在这部片里面他们讨论 这对夫妻讨论到的是 他们可能如果没有因为太太生病的话 他们的感情可能就会开始生变 会失去对方 但是呢 却因为太太生病了 先生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陪伴老婆 陪伴她 然后倾听她 了解她 彼此交流 他反而会有一种好像又重新恋爱的感觉 好像又找回了很久不见的另外一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命的新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对老先生老太太也很特别 那老先生其实他得了肝癌之后被医生宣判 已经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但他很豁达 他就继续照他平常的方式生活 平常做那些琐碎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结果让他活了超过那个时间好几倍 这个是在可上的电影《日日奶奶》里面呈现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是心仪导演的《好好吃饭》 拍摄地点是在花莲 然后跟门洛基金会合作 对 他是拍那个独居老人 然后门洛基金会为他们准备三餐便当送到他们家里面 那这个故事 其实你会去看到这些独居老人 他要吃一顿饭都很困难 里面有个主角 爷爷他得要翻山越岭 因为他是在部落里面 跑到杂货店里面去买一包米 买一包米 对 然后还要舍掌 因为没有钱 所以好不容易翻山越岭 回到家里面 拿出他很顿的一把剪刀 剪开那个米袋 那把它洗一洗弄一弄 时间也过了很久了 好不容易放到电锅 却发现电锅已经坏掉了 要吃一顿饭这么不容易 那也好在有这些单位 其实他们就为这些老人家解决最基本 也最重要的三餐的问题 可是对老人家来说 他们每天在等的 不是说时间到了便当来了 他们其实更需要 跟更期待的是 这些送餐员 就像老朋友或者像他们儿女 会在每天固定的时间 按一下电铃敲一下门 然后进来看看他们好不好 该吃的药有没有吃 最近有什么样的需求 其实对这些老人家 他们其实需要跟等待的 反而是这些关心跟照顾 所以一直以来 黑糖导演都是以纪录片媒财 作为你的创作的主要的管道嘛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纪录片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呢 未来还想要做什么样子的突破 纪录片他因为他没有剧本 所以对我来说 每一次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就很像你开始去学习 或者是重新认识一个新的领域 新的一群人 像之前一首摇滚上月球 我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结婚 所以我想要去了解一下 有家庭当爸爸是怎么一回事 那现在也要去面对老 甚至死亡这个议题 我借由这次来得及说再见 去认识一下老了之后是想什么样子 所以我会把它当作好像是 每一部片都是一个旅程 旅程 只是我到了不同的生命里面 带着摄影机里面去旅行 然后建立这一切非常精彩 或者让你很难想象的一些历程 旅游回来之后 再把这些经历变成一个游记 也就是最后大家看到的纪录片 那那个都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亲身去感受到 跟淬炼出来一些小小的心得 所以纪录片像是你要做的一个人生的功课 他帮你就是解答了你人生当中 很多的未解的一些疑惑 是是是 所以但是导演 你也在筹划你的剧情片 对不对 所以你是累积了一定的能量以后 我决定要把他付诸实行吗 纪录片拍到现在也差不多超过十年了 那纪录片对我来说 他其实是一件 从头到尾都在处理人 人的这件事情 处理你的被设者 处理你的工作人员 可是更多部分是在处理自己 那纪录片拍久了 你会开始对生命有一些顿悟 生老病死 对人性 贪嗔痴怨 也有一些想法跟理解 所以我会觉得 这些年来在纪录片创作上累积了一些养分 跟能量 好像已经还算饱满 开始可以往剧情片去经营 因为剧情片老实说 他也是在说人的故事 对 那有这些纪录片的养分当基础 可能会让里头的人 能够再更完整一点 或者再更深刻一点 这个是我目前在准备准备要尝试的部分 所以三段式的莱哲吉说再见 导演会怎么样来分别推荐这三段个别好看的地方呢 有一位朋友在看完这部片之后 他有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觉得还蛮贴切 他说神可上导演的片子像一首诗 很有味道 可以慢慢地去主角 那欣怡导演的好好吃饭像一篇散文 很细腻 也有它的氛围 那我的故事 我的角色很特别 故事很完整 就像一篇小说一样 读来很完整 然后也会让你觉得 哇居然有这样的一群 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 所以我觉得在《来得及说再见》 他有三段故事 三个导演 三个完全不同风格 可以让你在里头 阻觉到很不一样的味道 很像异国料理 异国料理 三种不同的选择 一次完成 今天非常感谢黑糖导演 帮我们分享 《来得及说再见》 谢谢你 谢谢